大家好 今天8月30号 现在下午的三点半 来到纽约华人社区 韩国人的社区 这里来喝牛骨汤 跑到了 就是这家非常有名的 韩国牛西骨汤 他们家是开了三代 就只卖牛骨汤 这个牛骨汤分为辣的不辣的 疫情前价格比较便宜 现在都涨到快20块钱一份了 他们家的员工船是细衣的小哥 你看正在门口整理这个纸盒子 他地址在哪里呢 大家看正前方就是北方大道 然后他的地址就是北方大道 加162街162 看这上面写着 祖传三代牛肉汤饭熬煮4小时 绝无味精添加 现在三点半了 我才来吃午饭 刚刚拍完两个视频 你看他们家营业的时间是 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是休息的哈 然后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 礼拜天休息 可能是韩国人要坐那个教堂去礼拜吧 我也不知道 好现在开始点了 哇 门口有一个小牛啊 还有一个镜子 上面写着京城正直 现在都有顾客来吃午饭还是晚饭哈 这个有点不知道了 现在等着在这点餐啊 等一会儿 看他们家服务不错 这里还有冷水热水提供给你啊 然后你可以泡茶 这是一次性的杯子 然后下面是茶包 看这个绿茶包啊 下面还有纸巾都是自助啊 自己服务啊 好我点的是那个辣的牛骨汤啊 它分辣的和那个不辣的 这个一次性的茶包啊 很干净啊 它这个不是感应的啊 自己要摁一下 哇 陆陆续续来了好多客人啊 换了一个大的桌子啊 你看这个桌子也是古鲜古色的啊 是纯木的 实木的啊 坐着非常有感觉啊 先上了一碗什么 上了一碗大白米饭啊 好了 坐在这儿 等着上菜吧 西语一美女服务员上菜了 鸡蛋 泡菜 辣椒 蘸酱 谢谢你 这个是煎鸡蛋饼 韩国泡菜 青辣椒 和这个韩国蘸酱 这个是紫菜啊 这些都是可以无限添加的 你吃完了还可以要 可以蓄 但是牛肉汤不可以蓄啊 哇 我的辣的牛肉汤啊 你看还在滚啊 它这是砂锅 感觉到了韩国首饵 哇 这还有一份 两份啊 真是韩国人的灵魂美食 你看 这上了还不能马上吃啊 这样吃会把嘴巴烫个盆的啊 你看上面有粉丝 上面那个是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泡菜吃啊 咱们撒一点葱花啊 我已经吃过很多吃了 它这个是牛稀骨汤啊 这个容器也比较好啊 比较保温啊 一会里面呢 牛骨吃完了以后呢 这个饭呢 你还可以泡到那个汤里面啊 就随便你怎么搭配吃了啊 今天还行啊 现在因为三点半了嘛 所以不用排队啊 你看座位也有啊 如果大中午来的话 要排队哦 看大家秋天来了 要多喝这个牛骨汤啊 牛骨汤呢 含有丰富的 这个安基葡萄糖啊 和这个软骨素啊 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啊 修复你受损的这些关节啊 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哇 你看好多肉啊 有还冒着这个气啊 非常的棒啊 这个含钙啊 大家补钙补钙 就是要吃来补啊 吃什么补什么啊 总之吧 这个牛骨汤是对付骨质疏松 完美的武器啊 反正我看网上说啊 很多去了健身房的朋友啊 诶 健完身就到他们家来吃饭啊 真的是 非常的补充这个碳水和蛋白质啊 总之吧 到他们家的是华人也非常多 韩国人也非常多啊 反正嘛 各主义的都有啊 你看今天新吃法啊 今天可以用那个紫菜 把这个米饭卷一下啊 这样吃也不错 它这米饭啊 非常软糯 非常香啊 应该是日本大米啊 或者我们东北大米 它这个绿色的辣椒不辣的话 你蘸点蘸酱吃啊 非常的爽口啊 去腻 它这个泡菜呢 就是泡萝卜啊 也是夏季的这个配饭的好搭配啊 它这个粉丝啊 也很劲道啊 你看 经营剃扣啊 诶 它又不断啊 也有绞劲 你可以点那个不辣的 不辣的 我没吃过 我每吃来都是点这个辣的 其实这个韩国的辣 说实话 它一点都不辣啊 就是真香 它这个辣椒 辣椒粉看着颜色好看 知道吧 朋友们 你看它是牛膝骨啊 今天还有这个筋 炖得非常软烂啊 轻轻一咬就烂了啊 真是又有嚼劲了 脆蹦蹦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牛骨啊 牛膝骨 炖得非常的烂啊 但是骨头大了一点 肉好像少了一点啊 它肉都在汤里面了 汤里面有啊 但是价格就是稍贵一点 好像都20块钱一份啊 你看它的肉油的话掉下来了 因为太软烂了嘛 这肉就掉了 因为我在减肥啊 就少吃点肉啊 给一个朋友一起来的 就把肉给他多吃一点 看我朋友都啃了那么多了啊 其实在这个韩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啊 饮食也是古药啊 在韩国人的这个健康观念里啊 为了健康啊 比起任何一种药物啊 这个良好的饮食是更为重要的啊 所以韩国也有很多什么养生料理啊 和我们中国差不多啊 真的精华都在这碗汤里啊 大家看 还冒着这儿去啊 我都拍视频都拍这么久了 大家赶快的啊 秋天来补标啊 补秋标补秋标啊 补了秋标好过冬哎 拿个鸡蛋饼啊 鸡蛋饼里面给了一点什么葱花啊 煎得好很嫩啊 你看 它这个泡菜也很脆口啊 去油解腻啊 搭配这个牛骨汤是完美啊 你看蔬菜也有了 肉也有了 你看各种颜色啊 黄的红的绿的 胜利的 矮的 是不是啊 韩国人做饭也讲究五色啊 是青菜啊 水果啊 杂粮啊 都有啊 刚才叫那个服务员 又拿一点那个鸡蛋 泡菜 还有米饭 反正它米饭是管购啊 免费续的来了啊 鸡蛋 你看服务员多好 鸡蛋来了 辣椒也来了 服务员全是续的 小哥小妹啊 这是年轻人 鸡蛋也可以拌在这个汤里面吃啊 反正就是什么呢 你叫人家加了菜 你就要把它吃完 不能浪费 我为什么加呢 因为它这个韩国的这个料理 它的分量比较少 所以我是加的 如果是咱们中国人呢 我一般都不会加了 中国人的分量都比较忙啊 米饭来了 好的 我又可以吃点泡菜了啊 泡菜特别特别好吃 韩国人他的东西也说贵是贵一点啊 品质好呀 吃了心里面舒服 来了好多人了 现在 看一下和我朋友的关盘行动啊 叫人家家的东西也都吃完了 的话一点都没有浪费啊 好 现在去买单了啊 现在四点钟啊 可能一会儿人又更多起来了 吃晚饭都来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买单 这还有牙签啊 很贴心啊 这边还有消毒液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址和电话 40 45够了 好了 又多给了一块小费 给了六块小费啊 上面应该是三代的合影啊 妈妈女儿和孙女啊 你看好多报纸都登了他们的 好了 下次再来了啊 好热好热 它里面有空调 主要是牛骨汤啊 喝了浑身发汗啊 太爽了 大家吃完饭还可以逛一个啊 你看对面还有一家古董店啊 应该是韩国人开的 但是有中文英文啊 旁边还有一些韩餐啊 这边也可以街边停车啊 他们家来吃饭 可能停车有点不方便 给大家看一下 街边停车是多少钱一个小时啊 应该也不会很贵啊 哎 还行 一块五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四块钱 你就停一个小时就够了 进去吃 就在牛骨汤店的旁边 这还有烧烤店啊 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价格应该都还可以 你看它这个是韩式烫烤烧烤 它菜单吧 这边嘛 因为挨着华人去进 它的菜单都有中文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点餐 哎 你吃完了饭也可以 这个少一个共享滑板车回法拉圣哈 也很快的啊 还有共享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 旁边还有餐车 这个应该是清蒸的啊 哇 这是墨西哥的 看住在法拉圣多幸福呀 世界各国的美食啊 都尽收眼底啊 到160街这边 你也可以坐巴士 Q12 Q13 哇 这边还有个酒庄啊 我以前好像进去拍过 里面还有卖华人的那些白酒的 什么尖庄啊 二锅头啊 五粮液啊 什么都有啊 好 今天这个韩国牛骨汤吃播就分享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转发订阅 谢谢大家